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我本人的信息 我就不多加介绍了 大家可以访问我的博客 jimison.io 来了解我 你可以在那里看到我写的关于 Istio 和 Kubernetes 的博客 以及关于原生的一些进解 首先 我将向您介绍 SourceMesh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SourceMesh 是在中国推广 SourceMesh 技术的核心力量 也是最大的一个专业的 SourceMesh 社区 目前在中国最流行的 SourceMesh 线就是 Istio 社区曾在2019年底做过一次终端用户调查 这个结论也是有据可依的 你可以在后面的分享中看到 那么 SourceMesh 社区成立至今已经快三年时间了 在这三年时间来 社区里都做了哪些事情呢 这是 SourceMesh 发展的大事迹 发展社区的想法是从2017年12月的时候就有 当时 树仁云在北京举办了国内第一次 以 SourceMesh 为主题的 Meetup 我作为分享嘉宾参加了这次 Meetup 当时 阿小剑分享了微服务与 SourceMesh 而我分享了原生之路 始终说到 SourceMesh 是继 Connect之后的另一个技术热点 2018年 我跟阿小剑相继加入了蚂蚁金服 5月的时候 我负责的社区官网和公众号 陆续上线 同月 我们发起了 SourceMesh 中的 当红Proxy 任务官网的翻译活动 共有40人参与 经过一个月的翻译 整个文档就完成了 在同年6月 随着第一届 SourceMesh Meetup 在杭州的召开 SourceMesh 社区正式成立 与此同时 任务官网的翻译活动 也在如火如头头展开 每季有上百人参与的翻译 我们完成了1.1版本的翻译活动 后来在2019年 又进行了一次大国盟更新 随着社区里关于依次有知识的积累 市面上已经有超过7本 关于SenseNet的中文书 同时 社区也发起了 合著的依次有和Book 总体上说 社区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2018年 是翻译官网文档 几博文章 2019年 我们举行了更多的线下交流 和社区分享 越来越多的公司确立了 以依次有为基础的 SenseNet技术选行 2020年开始 越来越多的中文社区的朋友 开始参与到 依次有上游的开发工作中 在过去三年 我们在全国五个城市 共举行了九届 线下的Meetup 一共有38位讲师 发表了41场演讲 所有演讲 PPT都可以从基础发展 下载到 十分感谢 这些讲师 为SenseNet技术 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的推动 而社区从2019年起 开始发起的East Handbook 截至目前也有26人 参与的创作 已经编写了超过7万字 预计将在今年完成 会有电子工业创案社出版 你可以在SenseMeasure网线上 看到本书的预览 这本书一共分为三个部分 分别是概念生态 将带你了解Eastio的一些 基础知识 然后是入门实践 介绍Eastio的一些 基础功能 最后是进阶部分 与一些其他系统集成 敬请期待 经过了近三年的发展 SenseMeasure已经有 超过4000名成员 共有五位来自 不同公司的人员 构成了我们的管委会 分别是来自百度的 罗广民 和Freeville的 法罗菲 阿里巴巴的邱士达 还有腾讯的赵华斌 以及我 我们保持第三方 和中立的姿态 在2019年底 我们对成员进行了 一些抽象调查 共有500多人 谈议的调查 以下是调查结果 我们可以从图表中 清晰地看到 几乎所有的人 都关注了Eastio技术 达到了90%以上 大部分人都是来自 互联网行业 还有一些是来自 兼容和通信 接近六成以上的人 都有五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而且所有人都是 同事开发运维 及架构师等技术类的职位 也就是说 其实关注 Sysman技术的人 门槛还是比较高的 同时中国各个原厂商 也都推出了基于 Eastio的Sysman产品 但是实际用户数量 还有得提高 尤其是如何将传统服务 前进到Sysman上 还需要进一步的指导 而且关于Sysman上的开发 用为解决方案的人才 也算是很大的缺口 Sysman的作为 继 Corentics后 原厂商领域最热门的开启项目之一 我希望将原有的 Corentics人群 及关注微服务 Sysman人群 聚集起来 构建一个中立的 原厂商开发者 因此在2020年5月 发起了原厂商社区 从这样的图中 大家可以看到 原厂商社区的主架构 我们有一个多样化的 管委会 经常举办 FungoTata线上欣赏活动 我们目前有20个城市站 还基于不同的兴趣 自发组织的SIG 大家可以访问 Clown Naked 2 了解社区的一些详情 那现在SourceMesher 将作为原厂商社区的 一个子品牌 继续保留 不过它主要关注于 SourceMesher领域 继续保持中立 SourceMesher Meetup 也会融入 原厂商社区的Meetup 继续举办下去 大家可以扫描 左面的二维码 申请加入 ECO SIG的微信群 与ECO专家和用户们 一起交流 关注原厂商社区的 公众号可以获取 技术关货和活动通知 那么接下来 社区里会做哪些事情呢 我们会围绕一下三点 继续开展工作 第一是收集更多的 ECO的用户案例 作为大家 落地ECO的参考和建议 今年我们可能也会 举办一次SourceMesher Summit 然后重启 ECO中文文档的维护 给大家更多学习 参考 ECO资料 最后是关于 ECO的认证和培训 Tetrid最近也推出了 Tetrid Academic 这是一个 线上的学习平台 将作为大家学习 ECO和巩固技能的 一个好地方 我的分享到此结束 我将在社区里等你 谢谢大家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